随着美国要求禁止Diktok的呼声越加响亮 如今路透社报道 美国政府进一步要求D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 脱售持股 否则Diktok将被美国全面封杀 这也是拜登政府首次表态要禁止Diktok 之前特朗普政府试图在2020年禁止Diktok 但是已经遭到法院驳回 Diktok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 美国官员担心Diktok的美国用户数据 可能会被中国政府利用 这才要求封杀Diktok Diktok高管曾经表示 字节跳动六成股份由全球投资者拥有 两成由员工持有 剩余两成则由创始人持有 字节跳动是在2012年 由张一鸣 梁如波等人在北京创立 但是国际Diktok的首席执行员 是来自新加坡的周壽兹 他也会在下个星期现身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 为了避免Diktok流失美国市场 这家公司表示 已经花费超过15亿美元 用于提升数据安全 同时驳回充当中国间谍的指控 纳根Diktok 在这边的周壽子中监Office 现在你想想做一个圆地帧 在三个月中间谍之后 左上一将坚流失美国 这个右上坚流失美国 所以我当来担心 黄水 在多久 便 应该